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航母打击群首次巡航钓鱼岛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大家看航季 2日至4日 辽宁号的位置 是不是像美军干涉台海时候的阵地位置 当然 我们的演练不针对任何一方 我用的是反问句 但日本出动 军机军舰跟踪就是针对我们 2日至4日 大家看美军林肯号航母编队位置 就是针对台刀演练 还有针对辽宁号航母 还真巧合 可以拿真敌练兵 根据日本报道 我们频繁起降战机 根据守卫团掌握 美林肯号也在大批起降战机 这与战时状态完全一样 好了 我们看5日至7日 像不像辽宁号编队 在应对完干涉力量后 向谋舍抗击 与此同时 根据台军消息 这几天我们都有空中大型编队 前往台岛西南和东南空域 像不像海空夹击 不针对任何一方 我用的是反问句 当然 5日至7日 林肯号也在周边 我们不针对任何一方 这次辽宁号航母编队 创下了很多首次 我军的消息比较敏感 等官方总结吧 最近美日台的一系列 出格言论和举动 我们都时时更新了 美新一轮台海牌 如回如土之际 辽宁号好样的 5月8日 辽宁号继续演练 林肯号航母编队航向硫磺岛 坐标北纬24度 东京136度 美军里根号航母 从日本出港测试 5月6日至25日 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舰载机 将在硫磺岛进行着陆训练 美国号两栖攻击舰 依旧日本停靠 美军今年更不为小挺的 守护团实施追踪中 当那海面跟起了波涛 还有坐思念的岛角 在那风雨之中飘摇 让我不能够忘掉 那是母亲留下的伤痛 为儿女刻着的记号 虽然远在天涯海角 人是中国的坐标 连夜高高 让我热血的火苗 巨浪 写了爱过的风潮 宝贝丢头 赶走贪婪凶残的强盗 汉为我们美丽的家园 躲开被强弱的城堡 宝贝丢地道 掀起巨龙回窗户茫 现在世界恐慌追寻 当我们的船人难道 我必找